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义公子 今天开始要跟大家聊聊中西艺术史 既然要说史 让我们回到最初去看 从义兄的源头开始说起 人为什么要画画 为了有肉吃 啊 在距近三万六千多年前 在现在的法国境内 有一家人正在抓捕他们的早餐 那个时候吃的早餐都得这么贫 这些大型动物对于人类来说实在太难搞了 可是真的想吃肉啊 怎么办呢 有一天有个人来到了山洞的深处 将动物的样子画在了动物的岩壁上 然后一边用长矛刺画像 一边黏黏黏黏黏黏 用这种神秘的巫术来祈祷狩猎的顺 不久他们就真的抓回来了一只野马 从此之后 人们越来越相信 用他们的意念来鞭打动物画像 动物比较容易倒下 这有点像咱们今天所说的 画个圈圈祖众 为了抓捕业物而画下他们的样子 这产生了早期的洞穴壁画 这在艺术的起源中我们称为巫术说 后来随着工具的起背 人也就不再有害他动物了 不过依然画画 而且越来越多的画在洞口 和人们能够看得见的位置 这已经不是为了实展巫术了 而是变成了对人们战绩的记录 甚至是一种炫耀 肉不够就画出来 那人口不够咋办 他们做出了这个 在这里脸长成什么样已经不是重点了 能生能养才最重要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和这个 所以一开始人们对艺术形象的塑造 只是基于他们很实际的生存需求 后来从古猎到农耕时代 文明渐渐形成 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 由此他们创造出了各种稀奇古怪的艺术 这些艺术品背后有什么奇葩的故事呢 到微信意外艺术回复艺术史 就可以把一公子大华中西艺术史的后一章节 大包带走